台灣的專題 因為其實台灣一直長期存在的一個部分 就是那種非法棄制的那個部分 然後大家想說怎麼會有這種狀況 幾乎所有的媒體一面倒 倒向林雲春的村民 我同時也去做報導 可是我的報導是最後才出來 為什麼我要最後出來 我在等那個檢驗報告 這個部分我要之所以想跟各位談的部分是 一個記者一個媒體 或者是我們要傳遞一個訊息 如果沒有一個證據來講我們 支撐我們要講的那個部分秘密 送出去就收不回來 結果突然發現是什麼 當村民很聰明的 我相信那是有高人指導 戴著防毒面具來跟你控訴的時候 對媒體來講 畫面那個畫面多好啊 戴著防毒面具 你看這個東西多毒啊 然後你看那個背部都長那個怪怪的那個部分 你有什麼證據說他畫上等號 沒有欸 沒有任何一個邏輯 沒有任何一個證據 證明他是有關係的 那為什麼我們會看到這個畫面就相信呢 記者為什麼會看到那個就相信呢 你說一般民眾 我們對當下第一個時間點的一個訊息 可能沒辦法那麼確定 可是當記者這樣跟我們講的時候 民眾會相信欸 可是我在現場我沒有看到 那都是你自己說的啊 都是你自己講的 你不能因為說你看他們弱勢 帶著防毒面具身上長怪病 然後他們講的就是真的 我覺得這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溫情 眼淚 弱勢 那真的都是一個很大的殺手 我們會影響我們的判斷 不斷會影響到記者也會影響到觀眾 我覺得這個部分很重要 所以我們要等的是什麼 三份報告嗎 都還沒出來 結果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完全沒有欸 既然都沒有所謂超過標準 根本不是所謂的有害 失業廢棄物 那只有差別囉 因為現在環保署如果要去 代為清除某些所謂的有害廢棄物 都是要動用所謂的五屋基金 那土屋基金就有點像美國那個Superfarm 超級基金 它就是很多業者去交了錢 然後先代為清除之後 再去跟那些氣質的那些求償 可是台灣的土屋基金其實很少 光那個台檢安順廠就用了一大堆 那還有多少錢 所以如果一旦是判定是有害廢棄物 當然因為有害所以要趕快清除 可是你知道嗎 那個林蔭村那個東西 你覺得那兩天就到滿了嗎 那一大的坑 兩天就倒滿了 當然不是啊 到了好幾個月才倒滿耶 那為什麼是整個都倒滿了之後 那個村民才出來空宿呢 他開始在非法棄制的時候 你為什麼都不去檢舉 為什麼 相約呢 因為地主 這堆沒有人要的廢棄物 一來一回就是兩億 來的時候 收人家一千 一千多少錢這樣就 丟那一堆差不多 可以收一億的錢 其實這個業者 新在騙子 車沒兩千個錢的騙子 或幾乎的騙子 騙子 它可以收一億 然後如果是有害廢棄物 政府要趕快去找廠商來移除 又要花一億 不是來回就是兩億 台灣很多都是這樣子 包括台灣很多農田的狀況是怎麼樣 地主 這塊地先去貸款 去農會貸款 貸款完之後什麼 哇 把沙石賣掉 賣掉之後 找人來丟 廢棄物 然後結果就把那個東西丟給 銀行 跑了 台灣西部很多這種狀況 他賺了幾手 貸款可能都是贏超貸 第一可能都是超貸 第二個還把沙石賣掉 然後又收人家到廢棄物的那個錢 然後就 你收了 台灣很多這種環境不爭議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會有那個狀況 我們要看的是一個證據 弱勢 其實看起來似乎是弱勢 未必有 我們要看很多證據 這個部分倒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看到在新聞 看不到這個部分 那時候我撥完之後 你怎麼跟誰誰誰做的都不一樣 因為他們那時候可能有時間的壓力 他們老子就出去了 可是我一直要等 我就非得要等到那三份報告出來 我才有辦法寫 我想請教一下 那我最近大戰怎麼會知道說 是他的報告有沒有作假 或者是說是村民作假 我就說這兩個之間我們要怎麼去相信 村民他沒有提出任何的證據 他有的證據就是防守棉具跟背上 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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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 然後還有就是說 鳥餓的都會暴斃 這都是他們自己講的 那我告訴你有沒有 檢驗報告診的這個 沒有 完全沒有 那我是說那這樣檢驗報告 你為什麼都會做假 那我怎麼會知道他在台 我是說在這樣的狀況下 檢驗報告就要看是誰 誰做的報告 公園院台檢 跟環保署做的那個部分 其實公園院台檢你都可以查證 那至少三份裡面後來三份都一樣的 如果只有環保署官方的一份 我當然我也不相信 他還有公園院跟台檢SGS嘛 就三份你可以去比對 因為他們做的項目都一樣 對 我覺得那個部分是很重要的 嗯 那請問張主任做了這個 做的決策 結果後來 結果後來 我這個影片播完之後 他們那個藝術就暫停了 哦 那你最近期間都會沒有花嗎 沒有花 對 對 就是那個 那個重要的地方 對 想要跟各位談的部分是 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要看到說 為什麼要急著去把那個移除 當然我是那邊的居民 看到有一堆廢棄物在那邊 我看的就很不爽了 能夠移除 當然就趕快移除是很好的 沒有人喜歡跟他為 當鄰居啦 可是這時候呢 我們當然知道很多環保利委 很多環保利委都在做很多的 相關清除的那個動作 為什麼會趕快請村民 一定有人去Push那些村民 去做這個東西 有高人之力去做這個部分 那我們就開始想到 固體的關鍵是 到底是不是有害 或會無害 如果是無害的話 就沒有那麼立即清除的必要 那當然後續的一億 可能就一億多 就不會跑出去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請到廢棄物的時候是誰得利 這個部分我們都要去了解 那常常講說官員不能信 那弱勢的居民呢 我覺得我們不是說弱勢已經不能信 證據 證據 邏輯 這太重要了 我們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邏輯全部都被一些官僚體系摧毀了 民眾的邏輯 最簡單的邏輯都被摧毀了 科學數據啦 還是回到科學數據 講到這個部分 這是去年的海洋音樂 我給各位看一段live 一段多鐘的live 我們看一下 不用關沒關係 好像還蠻亮的 不用關沒關係很亮的 可以錄嗎 因為桃龍海洋音樂季進入第二天了 一大早就湧進非常多的民眾 不過側面狂歡之後 就沙山上是不是滿步落色了 讓人非常擔心 最新情況再給記者強稱起 那這部分 大家早上 今天是桃龍海洋音樂季進入到第二天 那你可以看到呢 其實今天一樣是艷陽高昭 而其實呢 在昨天晚上 這邊已經有不少的樂團在進行活動 因此有名字 昨天晚上 是在這裡就直接晚通宵 而在稍早呢 其實他們是來到這個早餐店 要來填寶自己的肚子 我們聽聽看稍早的訪問 在哪裡 在公園 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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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園有一個營的錄影區 公園 公園有一個最大的公園 公園有一個最大的公園 沒有沒有小公園 好 我們可以聽到呢 其實他們說 昨天晚上就直接就近 睡在這個附近的公園 而今天早上呢 其實在沙灘這邊呢 是還沒有民眾來到現場 因為其實今天的活動 是要到下午才會正式的開始 因此呢 其實大概預估大概十點 到十一天的時候 人潮是會最多的 而其實在小嫂呢 也有過少的這個清潔人員 是在準備做這個清潔 淨灘的工作 希望今天的活動 能夠一切順利 而上次在現場 為您掌握到的最新帳號主播 好 謝謝陳詞 帶給我們最新的連線車 看到什麼 沒有看到嗎 沒有看到嗎 有看到主播啊 主播知道誰嗎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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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不是跟李松瑞一起合照 對不對 他說 你怎麼跟李松瑞合照 你有參加嗎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剛好在那邊 他挖過來 跟我拍照 不好意思跟他拍 現在喔 科技很發達 跟你講話 哇 科技真的